进途中也明信见信吗 没错 一点都不错 进途用什么方法明信见信呢 用信愿痴迷 念到礼仪也心不乱 就是明信见信 往生极乐世界生十报专业图 不稀奇 没有道理一些不乱的 灵命忠实那是关键 最后这一念 是念阿弥陀佛 他一生就着念这一句 就是临终断气之前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他就能往生 这稀奇 这个不得了 念一辈子佛念到礼仪心不乱 这个难的 这个我们能讲得通 一生没有念过佛 不相信佛 到临终全才念佛 他居然肯念一句阿弥陀佛 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也到极乐世界去了 也做阿弥陀佛之菩萨了 谁敢相信啊 但是他是真的 他那个一念心要是纯净 最后一念心 一个妄念都没有 这一句佛号里头 没有妄念 没有怀疑 他的品味 一下就拉到 发生菩萨 就拉上去了 这才稀奇 这个才真正叫殊胜 真正叫敌隐了 我们不能不知道 这就是张塔利 阿弥陀佛 愿意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 功德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 智慧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 这种善桥方便 能让 无逆失误众生 生到极乐世界 都以生成佛 阿弥陀佛 还有哪个法门 比这更殊胜 找不到了 殊胜方便 堪称敌 我们有信 这一生遇到了 遇到了 要不能往生 这个遇到就 被遇到了 为什么很多人 念佛不能往生 念佛的道理 没有通达 所以 对于极乐世界 对于往生 不退称呼 实际上是 半信半信 如果他真的相信 这一句佛合 他肯放下吗 决定不肯 这一句佛号 保证我一生 往生成佛 还有什么利益 能跟他相比 全世界给你 也比不上 为什么 全世界给你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法门 不但帮助你一生 永突轮回 帮助你原成佛道 你到哪里去找 你到哪里去找 要把这个搞清楚 搞明白 真正断以身心 破米开物 这经不学不行啊 释述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为我们讲经 说法四十九年 没有一天休息 没有一天中断 你说他多负责 多尽致 我们要不肯舍 不认真念佛 不能往生 怎么对得起 他老人家 天下死 什么死 都是小死 只有这一桩事情 是大死 护持念佛道场 就是护持 如来真法救助 护持的自己真念 自己带头 护持后 护持人